大家好,我叫周芷琪,我今年六歲,我現在讀藍莎小學一年級 我講第二批裏面一個道理,就是防塞清,牆壁靜,機暗結,不險靜 房子要保持清潔,牆壁保持白色乾淨,書桌要保持清潔,筆和其他文具要放好整整齊齊 為什麼呢?我會跟大家講一個故事 冬內時候,有一個很著名的讀書人叫陳法,他十五歲那個時候,他自己住的 有一天,他爸爸一個朋友來他家坐下,他一開門見到他,地上骯髒,牆壁又骯髒 好,每間房間有有蟑螂來,接著他爸爸一個朋友來問他 陳凡,為什麼你不打掃,家裡的有客人都不打掃 問那個客人,接著陳凡說 大丈夫,我用雙手來打掃天下,我用雙手來打掃一間小小房間 接著陳凡說,爸爸一個朋友又說 小朋友,你一間房一間書桌都整件好,你將來怎樣打掃天下 跟著他去陳凡聽後,跟著他臉紅了,因為他知道殘愧 跟著他快點拿些東西,抹乾掉所有的髒東西,就被客人坐 如果你一間房一張書桌都整件好,你將來怎樣處理其他人 怎樣處理其他人,怎樣處理其他人,怎樣處理其他人 怎樣處理其他人,怎樣處理其他人 怎樣處理其他人,跟其他人玩 大事是有勢做起,又要環境清潔,就要整件書桌開始吧 多謝 還有,你這個道理還在第字規裏面其中一個道理 如果你想做一個好鞋子呢 你快點去圖書桌看看第字規這本書啦 拜拜